亲政府的最高法院星期三裁决 从2015年开始掌控国会的反对派 藐视法律 议会处于非法状态 因此借维护法治之名取代国会行使立法权 还耻夺人民代议室的免控权 司法必绑接管立法机构所谓的三权分立 其实就是总统马杜罗一权独大 总统变相政变将国家推向独裁 引发政治危机 先是来自重要盟友联合社会党的总检察长奥迪加 罕见的公开抨击马杜罗政府 破坏宪政体制 凸显执政联盟内部已经爆发内讧 同一天反对派联盟也没有坐以待毙 决定寻求外援 要求美洲国家组织援引美洲民主宪章 对付左派政府 而由美国和墨西哥主导的20个成员国 早前已经要求委内瑞拉展开政治对话 化解干戈 堂堂国会沦为非法状态 随即引起国际社会关注 秘鲁更因此召回大使以示抗议 委内瑞拉国会议长伯格斯坦言 不少国家都表明会站在同一阵线 对抗独裁政变 对于公民社会来说 经济衰退 民生物资什么都缺 本来就已经民不了声 如今政坛又一片乱糟糟 无能政府全力一把抓 让人民无奈又愤怒 反独裁反极权的声音 在首都响彻云霄 其实在反对派脱下国会主导权后 最高法院就频频和国会硬碰 几乎驳回每一项议会通过的法案 双方陷入长期斗争 因此分析认为 马杜罗这一次根本就是借刀杀人 通过法院裁决 巩固权力